明天一样,如果你们能够在河间,我们可以在这边说,安静地上。 那我还想到,四天第一天,在这个河间就能够得到经验的多些果子,所以如果你能尝尝思想神的话语,大家就能够得到这份牧养的彩虹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教会的安静童工都会这样的教授我们说,你要尝尝神。 那么,如果你找着工作,可能要你发现成功的话,是你尝尝的考虑,还没有说你要拒绝。 所以说,当你尝尝神的时候,神就会避免我们各方面的使用。 是,我觉得尝尝尝在其他的旗带里面还是心理的。 如果,你要有那份信心,找出这一步。 然后,下面呢,我们就请来台长。 星星和他的公务,我相信过去呢,他也会遭遇一些困难的。 不会请其他的朋友赏。 因为,星星这位牧者,他有什么的风格吧? 是,我们将来的时间呐,会来台长来到我们中间。 现台已经运作了那么多年了。 刚刚七月的时候,我们进出了年十八年。 那么,让我们有现台,你也没有。 请大家看一下,在过去五年,你的一些规划有没有达到目标呢? 其实我们在电台呢,都一直在发展,但是呢,在过去五年,我们是有一个五成年的计划,2020的一个计划, 所以呢,过去五年呢,我们常常在电台,怎样来有在前面的计划? 我们在2012年的延传,这些计划呢,有几号面的计划,还有几号面的计划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